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天主赐给你的恩宠是什么 让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信德的恩宠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格林多人后书第六章 第一至十节 弟兄们 我们与天主合作的人 也劝你们不要白受天主的恩宠 因为经上说 在月纳的时候 我抚允了你 在救恩的十日 我帮助了你 看 如今正是月纳的时候 看 如今正是救恩的十日 我们在任何世上 未避免这植物受诋毁 不但没有给任何人跌倒的因由 反而处处表现我们自己 有如天主的仆义 就是以持久的坚忍 在艰难 贫乏 困苦之中 在拷打 坚禁 暴乱之中 在劳苦 不倾 不实之中 以清言 以明智 以容忍 以词汇 以圣神 以无伪的爱情 以真理的言辞 以天主的德能 以左右良寿中正义的武器 历经光荣的凌辱 恶名和美名 像是迷惑人的 却是真诚的 像是人所不知的 却是人所共知的 像是待死的 看 我们却活着 像是受惩罚的 却没有置于死地 像是忧苦的 却常常喜乐 像是贫困的 却使许多人富足 像是一无所有的 却无所不有 感谢天主的圣言 在天主教教理中表示 我们的诚意来自天主的恩宠 借着圣喜 每位基督徒都分享基督的恩宠 成为天主的子女 可以和天主的唯一圣子 称天主为父亲了 同时 他接受了天主圣神的生命 天主圣神付给他爱德 并形成教会 在这一方面 天主的恩宠 也是天主白白赐给人的帮助 使人能够回应天主的照教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然而 从另一方面看 天主的恩宠 也必须经过操练与使用 才能发挥他的功效 如果我们光是领受了洗礼 有机会认识耶稣 并依照圣神的引导 过圣善的生活 却没有那么做 每天迷迷糊糊的过生活 恩宠自然会消逝 圣宝露今天提到 与天主合作的人 就是要提醒我们 信仰不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 帮我们获取我们想要的 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 相反的 他却能习于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 在逆境及困境中 展现勇气和毅力 宝露和他的伙伴 在浮船过程中 遇到种种的困难 如拷打 监禁 暴乱之中 在劳苦 不寝 不食等 但这些困难不但没有击垮他们 也没有让他们变得苦涩 愤怒 相反的 因着他们对天主的信德 因为他们愿意和圣神合作 这些苦难 反而让他们变得更清廉 明智 容忍 词汇 真诚 今天 无论我们的生活是顺遂 或充满困难 让我们意识到 天主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宠面对 若我们愿意和他配合 这些经验都能逃成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成圣 活出有意义的生活 请品尝圣言 我们与天主合作的人 劝你们不要白受天主的恩宠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每个人都有不同恩宠 让我认出并活出我的恩宠 不必和他人比较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啊 当我停留在自己的不足 忘记你的恩宠时 请帮助我谦卑的悔改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和圣神合作 活出我们的恩宠 我们明天再见